可否讲一下延伸 出肝的延伸 出肝的延伸 其实主要是速度的延伸 明白吧 出肝的延伸 关键是速度的配合 并不是说肝往前速度越长 这叫延伸 不是这个概念 所谓的延伸实际上是指速度 也就是说 当你的皮头打到白球的时候 那个时候出肝速度不要减速 而是要再继续往前延伸 要保持皮头能够连住白球一段时间 这个速度一定要跟得上 这种延伸才是有效的 像这种感觉 比如打个加赛 像这种 这是属于有效的延伸 但有的 比如说 他们光往前送 但是出肝速度并不快 像这种感觉的 这就不对 送的虽然很长 但是并没有把延伸的效率打出来 就是说 没有连住白球 这种延伸就没有意义 明白吧 所谓的延伸一定是说打出来 让速度要往前跟着上 再来演示一下 像这种感觉 这就是有点延伸的感觉 特别是低肝更明显 但是低肝可能不好 不好掌握 低肝 低肝一定是要 所谓的延伸其实指的是这个 但是其实低肝送的并不是很长 所谓低肝延伸就是指的 出肝时 皮头碰到白球的速度一定要继续加快 指的是这个感觉 指的是这个感觉 它其实低肝送的并不长 不像高肝 高肝反而送的更长一点 但是高肝的这种延伸 其实有的时候 它并不是有效的 它只是为了让肝更顺畅而已 高肝送肝比低肝送肝要长一点 你看这个高肝送肝要送的多一点 而且高肝的感觉成功率会进球成功率 会相对低肝来说 会低一点 好吧 这是对延伸的一个理解 新锐弹琴 新锐弹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现在可以做出了一种